5月12日 第42条法案正式失效 11日 德克萨斯州国民警卫队在爱尔帕索边境围栏的大门附近紧急加装铁丝网 以防大批无证移民在最后时刻内入境美国 而就在该令结束前数小时 美中院通过法案在美墨边境扩大筑墙 尽管美联邦 州和地方官员为应对这一变化 已做了两年多的准备 但在边境两侧管理移民收容所的官员表示 他们对如何处理激增的无证移民了解甚少 作为与墨西哥接壤的四个州之一的加州 其南部边境的情况也越来越混乱 加州州长纽森办公室表示 加州设立了三个移民收容所 其中两个在圣地亚哥 一个在帝王县 两个中转站 一个在帝王县 另一个在圣地亚哥县 河滨县还有六个临时避难所 自2019年以来 加州投资了10亿美元 并自2021年4月以来 通过临时服务和后续形成协调 支援了35万移民 不过 纽森办公室没有回答 有关本州是否有任何额外资金 或新计划来应对联邦政策变化的问题 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名联邦法官近日裁定 此前禁止联邦认证的枪支经销商 向21岁以下的成年人出售手枪的法律法规 违法了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 美国人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不得受到侵犯 这一裁定意味着 枪支经销商将被允许向18到20岁的年轻人受枪 此裁决随后遭到反枪支暴力组织的反对 倡导预防枪支暴力的法律团体Everytown Law表示 限制向21岁以下成年人受枪的法规符合宪法 是防止枪支暴力的重要工具 枪支不仅是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的主要死因 研究表明18至20岁的年轻人持枪杀人的比率 是21岁以上成年人的三倍 该组织称 法院的裁决会将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并誓言必须要推翻它 日前 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的非洲裔游民尼利 在地铁车厢被前海军陆战队员潘尼所侯后身亡 引起纽约市内多起示威活动 和对心理健康及公共安全的激烈讨论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5月11日宣布 对潘尼提出刑事指控 其将因二级过世杀人罪被捕 12日早 潘尼在律师陪同下前往华布市警五分局投案 据目击者描述 尼利在被制服前一直在车厢内高声祈求钱财 但并未对任何人实施肢体攻击 若罪名成立 24岁的潘尼将面临最多15年的监禁 潘尼的律师表示 锁喉行为在自卫情况下进行 据KTLA5月11日的报道 一种名为Zalazin的可导致皮肤溃烂的僵尸药 与非法阿片类药物混合后 会产生严重的致命效果 这种药物已经充斥了洛杉矶街头 迫使美国禁毒署 洛杉矶县警察局和卫生局都发布了 针对Zalazin的紧急警告 洛杉矶县警察局启动了一项新计划 以追踪这种令人不安且广泛存在的物质 这种物质通常是兽医用来麻醉动物的镇静剂 僵尸药的绰号 源于这种物质已知的腐蚀皮肤的效果 这款极具成瘾性的镇静剂将导致使用者在使用后陷入数小时的昏迷 有时会让使用者出现溃疡甚至毁容 某些情况下还可能导致节肢 以及因过量服用而死亡 成瘾症专家家里夸申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我们现在面临的这种情况 有数据统计 在洛杉矶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中 大约29%的人患有精神疾病或面临药物滥用等问题 现在将Zalazine置于新的重点关注之下 有助于使官员们更好地了解这种毒品在洛杉矶街头的流行情况 并找到应对这种致命新威胁的最佳方法 据知情人士透露 Linda Yaccarino将卸任NBC Universal全球广告业务主管一职 以掌管推特 Yaccarino和NBC Universal于5月12日上午宣布了他离职的消息 立即生效 马斯克周四在一条推文中宣布 他已经选定了新任推特CEO 将在6周左右后开始工作 但他并未提及姓名 马斯克本人则将过度成为该公司的首席技术专家 Yaccarino在Turner Broadcasting效力了近20年后 于2011年加入NBC Universal 他帮助推出了广告支持流媒体服务Peacock 并负责超级碗和奥运会等直播活动 还监投了与一系列科技公司的合作 包括Snapchat YouTube Twitter等